大家好,这里是赵安杰财经观察 今天呢,我们再讲一个 其实大家都比较关心的问题 就是说啊,你这个债呢 如果你死了以后,你欠的这个债呢 超过遗产了怎么办 对吧,或者是说呢,死后还有欠债怎么办 其实这个事啊,社会都很关心 其实中国的话呢,是人死债销 还是负债自偿 对吧,这个你继承人是否要承担 虽然说法律上说呢,继承人放弃了继承权 就可以呢,不承担这个相关的债务 但是最近呢,你在扬州中院啊 也判了一个典型的案例 其实这个典型的案例呢 进入了国家的这些什么案例选边啊 让对未来的这些案例呢,都有指导意义 你没有推举遗产管理人 没把遗产管理权呢 移交给当地的民政部门 或者呢,车委会 这等于他死了后财产都是你处理的 你至于呢,他有没有遗产呢 呃,没有证据 那这就是牵扯到什么 就是中国啊,现在对于这个移产以后的债务问题怎么处理 现在也变得越来越敏感和尖锐 以前呢,中国搞的都是什么 如果按照中国自古的原则叫负债子长 就是你呢,欠了这个钱呢 你的孩子这辈子都得还 而且呢,讲负债子长的时候啊 其实还有好多配套的规则 你比方说你父亲的财产呢 你不能给外星啊 你不能把财产送给那个 哪怕的话你那个 送给你喜欢的女人呢 什么的都是不行的 儿子要赡养老人 老人的财产是不许给外人的 所以他负债子长呢 都是一个家族呢,延续下来 但是呢,在当我们新中国以后 这负债子长嘛 经常好多时候也是这个阎王寨的 而且呢,不利于穷人的翻身 后来就变成什么 都是人死账销 人死了,你还找人算什么账啊 我们孩子的话呢,肯定没有义务 但是孩子没有还债的义务呢 却有继承遗产的义务 我们就这么样讲到后来的发展就变成呢 你要是说不继承遗产呢 也不能再务 都说放弃继承遗产 但这个放弃继承遗产啊 其实这个案件就反映了什么呢 这个放弃继承遗产的操作问题 其实这好多的魔鬼呢 都在细节里 在这细节里怎么操作 这个判决里就提到了什么 遗产管理人 你在这个美国的这些继承遗产呢 他要推举这个遗产的管理人 管理人要承担很大责任的 就是说你中间要隐瞒遗产呢 有干什么的 管理人可能都要到牢里去 这个中国呢 他没有遗产管理人的概念啊 你继承遗产 这谁死了 这遗产的管理人是谁 他也没有呢 他这种指定的长期的固定的律师 他也没有呢 这相关的遗嘱 这这个跟中国的这传统都是不相关的 因为中国的传统呢 都是按照负在子长来设计的 他不是说你人死了呢 有些账销的 所以这时候啊 他为什么法院要这么判 你想吧 你这个当丈夫的死了 丈夫身上的到底有多少财产 有什么的 他老婆 他妈 他爸都很清楚 对吧 而且呢 你死之前呢 这里头还有一个 你是否涉及到一些转移财产 你家里头一些比较贵的 值钱的 对吧 什么古玩收藏 现金什么等等等等 其实外人也很难举证 就说你呢 到底是不是真破产 这里头呢 更复杂的是什么呢 你像这种婚姻的话 他跟他妻子的财产本身就是混同 你这混同的财产 他妻子该承担多少责任啊 对吧 他本身财产就不分的 就是说你怎么能分得很清楚啊 人家夫妻俩财产怎么算的 你外人怎么知道啊 他一死你外人怎么去举这个证啊 你那个说起来呢 你没继承他的财产 那他的财产到底怎么样 其实呢 这个事啊 在国外的话呢 你这个死了后 是那个有些财产啊 确实你放弃继承权就没有了 但是还有啊 你在死前的 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的 这个有些可能涉及转移财产的赠予 其实也是要重新考量的 这个才是这问题的关键的 那个家庭成员之间的赠予 是否要重新考量啊 这个问题呢 就都来了 而且这里头啊 你注意到这个人死账销 没有财产继承的 那个只要把这些呢 他这些遗产呢 都给债权人 这事就过去了 对吧 你要有遗产继承的 那遗产继承的继续还 但实际上这个没有财产 他的财产呢 相当于是资不抵债嘛 所以他这时候的人死了 这个的话相当于什么 你真正想一下 其实相当于呢 你死的时候是对你一次破产清算 这个破产清算是很有故事的 你像中国的话呢 现在对于个人破产的 好像深圳开始了点试点 但普遍来说呢 没有普及没有接受 就是你个人呢 没有个人破产一说 所以他死的时候呢 他的遗产顶不上债务的 实际上是什么 他早该个人破产了 这才是这问题的关键呢 他的个人破产没有啊 个人破产的时候 还有个人破产的清算 还有个人破产的一些说法 破产了以后还多长时间 你不能从事什么 不能 虽然说他死了不能什么 但是他家属的话 可能比方说 要有一些什么样的说法 去查一查等等的 就是它是整个是一个配套的体系 你要知道这个法律啊 好多时候不是说某一条的条文 你要说这个立法制定这个法律的时候 你在这一条改了就可以 他经常法律是一个体系 牵一发呢 动前身 所以在这个死了以后 这个要不要成债的问题上 实际上它是关乎到个人破产 他等于你最后你一死了以后 不够赔的所有的财产要拿出来 然后所有的债权人怎么算 虽然他这个案子是一个债权人 他有可能的一个案子 有好多个债权人呢 他死了你说都销了 当然你那个所有的你这个他的继承人呢 一拍屁股说我放弃继承 好像就什么事都没了 但他那些财产给谁啊 对吧 他那些财产的几个债权人之间怎么分呢 怎么公平清偿啊 是谁先来了先拿到吗 是谁先跟他的亲属关系好 谁就拿到了吗 对吧 这个事是很复杂的问题了 那那你呢那个亲属的话 虽然说你是放弃了继承权 你不承担责任了 但是他的遗产 你给了其他的债权人 我没得到公平清偿 怎么算呢 这事就复杂 为什么他要提 他要有一个遗产管理人 就是这个道理 但你看中国现在有遗产管理人制度吗 然后这个判决呢 在这说 你要移交给当地民政部门 或者什么春委会什么什么的 你虽然说你判决这么说了 但是你看一下 你真是人死了 你说把他的遗产管理权 扔给这个 所谓的这个民政部门 你看民政部门有接收的吗 你要知道 民政部门如果管这事 接收这事 这事可不是个小事 这个需要的人力和行政能力 也不是个小事 你要知道这个 他狭去死的人多了去了 那个没什么遗产不好办的 那个有债务的可能会一堆呢 你都交给民政部门吗 民政部门如果交的话呢 那政府肯定要设专人对接对口 一系列的政策又来了 所以你别看这一个判决啊 这一个判决出来了以后啊 其实这个社会影响很大的 你往下怎么去思考 这个事也很大的 就是说中国的法治建设 就是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吧 咱们不说跟西方接轨了 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 古代的大家庭规则和现在的家庭规则 它有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它好多的这个体系 这个观念 它其实呢 对接的都不太好 好多我们的话呢 有些人的话 它都是原来的体系 而且它这些体系呢 经常是选择性的接受 对你有利的就接受 对你没利的就不接受 比方说它那个当爸的死了 那债还不上 但是他前不久他就买了套房 写在他儿子名下 算什么 对吧 然后说是他没有遗产继承 但是呢 他们前面买房的时候 写在了老婆名下 这老婆名下 本来该夫妻共同财产的 但人家说了 那就是老婆 我们约定的婚内财产 造一份约定给你 你能证伪吗 其实好多仔细想想 这个事啊 那个还有好多这种配套 好多这种细节的规则 怎么去制定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 而这个事啊 以后可能呢 随着这个咱们的社会 变了富裕发达 民间都有了积累 相关的事情呢 可能会越来越多 也需要呢 其实在立法上啊 把好多事呢 给慢慢的理清 谢谢大家 今天这期话题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